我们公司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我想把我的朋友 介绍给他们一块儿男士认识 Let's do it 我不知道这段能不能播 世界杯的这个彩票 用五百块钱挣了一万块 我就看着赵文觉得 你真的很好爱她了 我真的很想保护你 我真的很想在一起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新朋友 You can call her ass treat 行了 坐了 有点带可知道 挺贯车的 可以 欢迎你来到老板的家中 你好老板 我要关注你的微博 我现在来看你微博 发了一个就是关于世界杯的这个彩票 你就是说你赚了多少钱吧 这是我最关心的 你多少钱钱赚一万多 你本金投了多少 五百呀 就咱们这个标题就是 我用五百块钱挣了一万块 但是就是据我们这种外汉的了解 其实你会一些这种技法 你拿去牟利会不会 会不好 但是我是那么不信邪的人 你就是职业 然后你告诉自己你说你不信邪 然后据他描述就是你参加过国外一档 国内就是不可细说的一档综艺节目 某某之战 你是什么机遇 天生就是爱喜欢这个还是说是受了一些高人的引导 我刚开始进入这一行 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应该算是国内最早一批玩塔罗牌的 但是我没有跟他学习过 就是我只是自己把这个牌买回来 然后就会了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成本 那会不会有一些朋友 你的朋友 你帮我算一个吗 有呀 就他吗 所以你们这样就建立了一个一个友情吗 一人挺好的 那你说你的朋友其实蛮幸运的 很幸运啊 如果怎么 我觉得很少人说 很幸运 你觉得很幸运 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有的朋友只要是通过招讨认识的 加我的第一句话原来不是嗨老弟 加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几几年纪 但是说实话 从来没给他们看过 我给你介绍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人 我还没感受 他没有把我们介绍的跟他 对 因为他也爱喝酒 我也爱喝酒 然后我们经常出去一光人喝酒 就给大家介绍他是谁谁谁 有些人不知道 然后把他那个就是视频剪成 当场假设你们是我今天就是 刚认醒的 哎这是老弟 我的一个好朋友 妹妹 不知道不知道 没放同时之下 我今天没有 来我给你看 看啊你看 他们就会这样 我还能打 有没有机会儿了 你死生就能乐的 你能找我家人 哦 还我得接你一杯酒了 你给我看一下 我财运怎么样 我需要提供啥了 就跟你们问的一样 现在算 他那天帮我看了个字 我现在就是 你帮我看一下 就看他跟他说的出入多大 好 好 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你有这个盘吗 我看一下 这财国全空啊 对 全空 金钱方面特别喜欢主导 就是我一定要我说了算 才有主见 这是有很多次机会 你可以更赚钱的 你选择了我的固执己见 而不去赚那些掐烂钱 就是说明我们不掐烂钱 就是又不掐 对说明你们不掐烂钱 他是王八蛋 我们现在看23年 听实话哈 明天才运一般 想要的太多 得到的太少 内心感受不好 赚钱赚的不开心 哦 哦 科技借我什么意思了 去每个客户都不难搞 我想谈你这个客户 但你这个客户太难搞了 你让我非常不开心 你让我一二再再二三妥协 但是我没有你这笔钱 我也不行 欺负我了 我也是欺负的 我也是欺负的 很难搞是不是 真的很难搞 就他不给我结广告费就算了 就是我说要把广告费 对准饮料 因为我很爱 我很爱喝他们家给饮料 就是饮料分半年才给我发过来 那我未来会是个有钱人吗 你现在也是个有钱人了呀 不差 万一加到萌萌呢 还是没有资产 本论怎么样 你这辈子固定资产会非常多 你这辈子也可能就在忙碌资产 就是固定资产这件事 就买房 买房 买房 买车 开一个那啥中介公司啊 啥地产公司 那不是给我自己买啊 我第一次见你不也是这情况 我好像喝着喝着他就说 哎 你知不知道你有那啥了 他说你有啥了 饿 那我俩看起来就是一点的那 你俩成麻瓜 你们俩没有那么信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很多 就觉得我信这个会 很好 就是 就是一名门君主义 你跟咱们谈恋爱到底是一样的吗 我就看见资亨文觉得 哎 我想他搞得一项了 爱他了 就是我真的很想保护你 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 就说我是 这不是跟坎坎一样吗 可以简单的偏偷了 是不是就给你俩俩的CP了 然后大夫就说你这样的事 邵逸轩怎么办 我邪门CP太多了 最邪门的就是他有人吵我俩的CP 你俩不奇怪吧 我刚开始见他 我还觉得你们俩是CP 你一个一个 我从来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叫做最难搞的客户是什么 比如说有一种 有一种人 就一体外开场 我就不说是谁了 发不瘦啊 这种人他就不愿意听到 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你跟他讲说这个结果 其实是可以通过自己的 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 比如说从心态方面的调整 就有一些人他就一定会觉得 就是我就是要这样的结果 但是你要了这样的结果 又能怎么样 会强行的把他们的意愿和意志 加在我们的身上 你少在指桑骂怀我告诉你 是有一种人 那样的对号容易弱的 他就是指着他骂我了 指着我的鼻尖骂我了 反正是 那如果说有些人 他可能看到我们视频 就还说 我也觉得你们这行挺好的 我也想来弄这个 你会有什么建议 给这些麻瓜的呢 给这些麻瓜 给我们这种人 哈哈哈哈 你们相信不相信自己 这是我要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你相信自己吧 嗯 不太相信 我是那种人 好的时候相信自己 不好的时候 那就是不相信自己 那就是不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不 你们相信自己 给出的结论吗 我可能不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可以的写成这个 撤 退 就当一个麻瓜 退 就当一个你的麻瓜 那有一些麻瓜说 我从现在开始 非常相信自己 你是从心底相信吗 我不要说服后的 就是你生活当中 是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哦 那个 答案是是的话 那么下一个提示 你可以去尝试去入门 然后再问一些 粉丝比较关心的问题 你也可以不回答 哦可以 就是 知道你们这个台湾的人 收入怎么样 收入 你说就是 意思是说 做到中国通 那啥学的那种位置吗 我猜测 一百起 月啊 嗯 她的笑容说 才少了 哈哈哈哈 知道哪儿子 你还是没有经过太大事 可能今年因为走到了某一个 不是很好的流年吧 今年大家会发现 不只是我们的收入降低 你们的收入也有所降低 你问身边十个人 九个半都说今年不好说 其实今年要略低一点 对 就前两年可能就是有一点少 你猜的 哈哈哈哈 太眼尖了眼尖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下 是要转行吗 有 要不是麻瓜 哈哈哈哈 太饿了 好久要配好菜 然后点了一堆 跟我店里边的那个 烤鸡 船船 你的私信 会有什么 其他的 内容吗 姐 今天晚上世界没买啥呀 哈哈哈哈 给你买 输了我也不骂你 如果说你看了一个男生 你觉得他还不错 有交往的意味 你会去算这个人吗 当然 会 哈哈哈哈 就遇到觉得 这个人好像不错 然后就开始 哎 你哪一年生的 当然 我还可以算上他最近 有没有跟别人聊 有没有什么时间跟别人 吵 今天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很开心 李卓凡 老李 大家可以去为我抖音关注他 全面谈错 哈哈哈哈 也像我们这些麻瓜 对神秘学 有了一些粗浅的理解 他跟我看这个盘 就蛮贵的 是吗 不给别人看 大概多少钱 大概多少钱 也是也是白嫖了 跟他觉得 白嫖了 我们公司的这个特色 只是白嫖 你们公司企业文化 对 能花钱 绝不花钱 好 然后今天就这样吧 来给大家再见 好快的结尾啊 哈哈哈 很高兴认识你 感谢白嫖的支持 哈哈哈 拜拜 拜拜